王力宏前妻李靖蕾17号晚上发出毁灭性爆料文 指出王力宏召祭出轨约炮冷暴力 虽令人震惊的是李靖蕾似乎默认了 王力宏传了多年的同志遗云 在发出的长文中 其中一句希望你也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 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跟对的人在一起 并指出王力宏在37岁时 因无法面对压力沮丧躺在地上好几天 这让网友想到 王力宏和李云迪在2012年的春晚认识 两人合唱落叶归根后 因为都是音乐才子 马上被粉丝凑成红迪CP 男男恋传了10年 王力宏当时还博士传言表示我是一性恋 如今网友看到李靖蕾PO文写着 到37岁还无法自己做任何决定 你感到非常沮丧无力 无法掌握自己的工作 感情或经济一秒让网友想到 2013年李云迪的春晚风波 惊讶直呼红迪CP是真的 李云迪想公开但王力宏不肯骂 导致这段感情舆论又再度浮现